其中報告部分的話 第一個 資料的部分請你找一個 就是類似於政府開放平台上面的資料 當然只有同學問說 是不是一定要政府開放平台 我是覺得當然盡量用那個啦 比較沒有爭議 別人的話你資料 假如那個資料是有問題的 或者是有著作權的等等的問題 那就比較麻煩 如果假設你那個資料不是 類似像公務機關 它可能放在別的地方 也是可以啦 那只是說我是希望最後 希望呈現的結果 還是用Excel的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那必須有以下內容 第一個就是你要使用 比如說我們之前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這個 樞紐分析這個啟用內容 那我們增加了總共有三個欄位 分別是年跟區跟路接道 那為什麼需要這三個欄位 那我前面講過 第一個是因為我假設我有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我想知道 歷年竊道的數量是增加還是 等一下我好像忘了一件事 就是 那第一個問題是歷年嘛 所以我們是增加這個欄位 那這個欄位的話會有個公式 這個比較簡單Land 然後一個區 個區比例圖有沒有 就一個區用密的 其實最難的就是路接道 所以你們在假設問題的時候 可能也要花一點心思 就是那個使用的公式 也不能太簡單啦 OK 那當然我是想到路接道 那主要來源就是從地點 OK 不過這個量力而為啦 當然你做多少我就給你多少分 如果你用的心思越多的話 那當然我就給你的分數大概越高 OK 所以這個都自己假設啦 自己去針對那個體 所以大部分花比較多時間 就是你要去分析那個資料 到底有可以提出哪些假設性的問題 然後最後可以經過統計分析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答案 OK這個就是你要自己去假設啦 我沒辦法給你什麼樣太明確的 因為每一個資料的重點都不一樣 所以請各位就是自己再去模擬一下 那當然最後分析結果 我們是利用樞紐分析表 所以因為有這個年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樞紐分析表 然後可以自從拖拉的方式 可以去分析列 然後再把這個各年的部分 把它拖到值 讓它去做數量的統計 當然其實除了說數量統計之外 其實當然你還可以去做更交叉分析啦 比如說你還可以 這邊假設還有一個區對不對 你甚至可以把年有沒有 拖拉到藍的地方 有沒有你甚至兩邊可以顛倒 也就是說你的分析條件不是只有一個列喔 它這邊其實還有什麼 還可以多一個叫藍 藍的話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 第二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年 第二個條件就是區好了 你會發現畫出來的結果都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它有兩個想要了解的要素 第一個就是哪一年的哪一區 發生的切到案件的數量的比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多一個條件 當然複雜度會比較高啦 可是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 也會比較 又可以多複雜一點點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你量力也會好了 剛開始如果你對於蘇紐分析表 還沒有那麼熟悉的時候 無法駕馭的時候 或許你就是一個條件就好 譬如說一個區 年的部分不要就往上拉 就刪掉了 OK 不然如果你再多一個條件的話 哇 那這個複雜度 相對的也就越高了 因為如果你多一個年的話 你就變成說 各區在104年到112年之間的 切到案件的比例變化 哇 那這個可能 這個比例圖可能就不適合了 也許你可能就要用 其他的圖形來表示了 OK 這個我是順便講一下 因為同學有問到蘇紐分析表 那其實蘇紐分析表 這個有點像 我們其實列也許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蘇啦 藍的話也是紐分析 所以我們其實只有針對是列的分析 一個條件而已 當然未來如果你要針對第二條件 第三條件 甚至更多條件都可以 那你可以針對很多要素 有很多條件 得到一個可能相對 你想知道的一個答案 所以如果你沒有蘇紐分析表 真的還不太容易 OK 好 那再來的話第三個問題 最難的其實就是產生這一個 路接到 那這個的話真的難度 真的是跟前面完全無法比較 那裡面的話總共會需要用到Find 用到IfL 用到Mid 而且他還不是用一次 還用很多次 而且有的地方我是用減價貼上 然後再去修改的 OK 那當然如果你實在不會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QRGPT 去把這個公式產 所以我有講過 怎麼樣QRGPT產生的方式 那QRGPT目前我是覺得真的大大的幫助 我們使用以私有真的就輕鬆很多 因為以往我想要把這個公式產生 就不太容易 但是有QRGPT至少會幫我產生 一個基本的一個公式 那我可以再從這個基本公式 再去做變化 那我至少我有個開頭 不然的話我這怎麼做 我可能會還是會有問題 所以你們還是盡量看 善用那個QRGPT 幫你做一些你本來做不到的東西 那我是希望說你們 資料部分自己找一個 那技術部分的話請你用什麼 函數 然後書納分析表 書納分析圖 那至於VBA跟聚集 這個部分呢 就是你可以量力 如果你沒做也沒有關係 如果你有做算是加分 可能我有個基本分 那如果你有做 那我就給你基本分再往上加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有做了做失敗 沒關係 你也可以把你失敗的過程 在你的心得裡面敘述一下 那或者說你可以把你可能遇到的問題 也可以提出來 那或者甚至你可以設定一個目標 之後啦 也許期末報告的時候 你也可以再把它加上 這個無妨 那再來就是用AI輔助部分 那這個也是一個加分要件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的報告裡面呢 都沒有提到使用AI的輔助的話 那我就給你一個基本分 那如果你使用很多 而且使用很多 除了Charge GPT之外 還有其他的 那當然 我當然很希望說你們去比較 去多去使用 那你可以在使用過程當中呢 有沒有什麼樣的 就是解決了什麼問題 然後或者是說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無法解決 無法解決沒關係 你也可以把無法解決 或者是說AI目前的困境 目前的缺點都可以提一下也沒關係 正向反向都可以提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是看能不能把這個AI的部分 用在後面 我剛剛講的這些 當然以上加 就是用越多 你的分數越高 大概是這樣 然後就是最後 你可能要繳交兩個檔案 一個是Word 如果你不是用Word 你可以用其他編輯器 或者你存成PDF 其實也可以 第二個的話 就Excel檔案 Excel檔案裡面的話 就類似長這樣 就是你的資料 然後你的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比如說你最後讓我看到 另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你分析出來了 另外的話就是你的各區的比例圖 還有你的路接到前實名資料 但是你這個標題 可以跟我不一樣沒關係 因為我看到的是 我假設我想要的是 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然後我給一個標題 可是如果你假設 你不是要覺得這個不重要 你可以針對別的 像這個其實還可以分析什麼 分析時段 時段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比如說另外可以起個問題 到底哪個時段 招小偷的機率是最... 應該算數量是最多的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什麼時段最好要防範一下 應該你也可以假設猜一下 小偷什麼時候會到你家拖東西呢 當然指的是正常的小偷 正常的不是那種喝醉酒了 或者是說他莫名其妙的 但理論上是什麼 是你們應該出門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你去上班的 所以上班應該九點以後 有沒有 這應該九點 或者十點有沒有 十點到十二點這個區間 然後我猜啦 或者是說你們已經睡著了 什麼時候睡呢 是不是可能凌晨十二點到兩點 這個可能性最高 但也許我亂猜的 那我怎麼知道對還是不對 其實很簡單嘛 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所以以前的人就是我就是亂猜 那為什麼你覺得是這樣子 你的話可相信嘛 那大部分都會年紀大的會說 因為我年紀大 然後說什麼 我吃的米比你 我吃的鹽比你吃的米還多 我走的橋 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 OK 反正就是以老賣老 但是我是覺得啦 現在這個年代 這已經不流行了 你統計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他老一輩也許他對這個不熟悉 但是你很熟悉的話 馬上你可以糾正他 對不對 但你糾正他 你也不要讓他沒面子 因為這種人最愛面子 你可以用什麼方式讓他覺得 他也不會受到侵犯 但是他又能夠下得了台 這很難 OK 最難的其實就是這一個 那你可以把發生的時段 拖拉到裂 然後再把發生時段拖拉到直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把發生時段這邊 游標放在B4上 然後資料裡面排序 Z到A 馬上就出現了 那如果你只是要排出前五名的話 那你就可以這邊直的篩選 前十改成前五就好了 所以以台北市公佈的資料來看 什麼時間最容易招小偷 跟我預期的一樣嗎 好像不太一樣 出乎我意料 OK 所以第一名是下午兩點到四點 為什麼不是這時間 TTIE嗎 下午茶時間最容易招小偷 好 知道就好了 然後第二個時段的話 就是早上八點 大家才剛出門而已 所以小偷就是在那邊鎖著 你出門他就進 然後會看一下你們家那個門鎖 像有些時候怕忘了帶鑰匙 有的家會把那個鑰匙 藏在那個門的外面有沒有 放在某個地方再偷看 有沒有可能 然後晚上那個時間 好像跟我剛剛拆的有點接近 類似像這些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你要防範的話 那你當然要找出哪些是最多的 那你才有辦法針對最多的你去防鎖 所以像現在因為科技關係 物聯網很興盛 所以像現在那個什麼 像我家裡裝了好幾個那種 現在很簡單你就買一個監視器 然後他就把他放在有WiFi的地方 他就可以隨時監控 而且他現在都可以設定 那個什麼移動 只要有移動 那他會警報 你手機也可以隨時看得到你家的狀況 或者是說你家的小朋友有沒有回家了 你也不用問他了 你看就知道了 因為有時候你問他 他也不見得想理你 尤其青春期小朋友了 然後其他 像我最近有看了一個APP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你家的 就是那個舊的手機 其實舊手機也可以拿來當監控 你裝那個 他就可以拿他的這個什麼 鏡頭他可以拍 他可以傳到你的手機 你手機也可以看到那隻手機的畫面 其實這樣就很多方式 可以達到那個防止 這個招小偷的這個問題發生 好啦 所以這個大家就是給各位提一下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你要多條件 你可以再把區域拖拉到 不同時間有沒有 不同的區域會不會有不一樣 一定有啦 你可以多一個條件再去分析 主要是時段跟區之間的關聯性 你可以找出關聯 然後去進而去分析 得到一個可能的改進的方式 那這樣我是覺得比較能夠說服人吧 不然的話有時候你 你就是說你用嘴巴講講 對不對 我覺得沒有什麼公信力 所以要怎麼樣利用數據 而且這個數據不要是騙人的數據 有公信力的數據 那我覺得你這樣子分析的一個結果 我覺得大家都會願意相信 而且願意能夠針對你的這個資料 去做一個改進的方向 所以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不見得一定類似像我這樣的三個問題 或只是大概 這個是我自己假設的 如果你覺得這個資料裡面 還有沒有地方可以再去發揮的 那你可以自己再想想看 這個是我在其中報告的部分 大概提出來的 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還有問有可能不太了解的 沒關係 你可以再提出來發問 這是我在自己想的 好 那其中的部分 有問題可以再問 下個禮拜的話就期中考中 理論上的話我本來預期是不用上課 但是好像也有同學想要上課 這個啦 有問題嗎 沒有嗎 各區的比例圖部分 把它完成好了 所以上禮拜只有做這一個 我是請大家做這一個 那好像有同學就是有些地方做不出來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做出來 能夠真的一模一樣 這個我想你們先 先把它打開好了 待會兒我們來看